这个叫做什么 我讨论啊 这个在公共场合 这个叫做游行示威 这个是不允许的 知道吗 我现在没饭吃的呀 他住也现在不给我住了 他们都听到的 有没有饭 我问你啊 你这个劳资纠纷 劳动局有没有去过 去过 啊 去过 什么时候 6号去劳动局的 劳动局怎么说呢 怎么处理的 他一直让我等 等 但是我现在他也不让我住了 我也没地方 现在钱也不给我 这么的工资 你有所有缴的 你怎么会就就没饭吃了 你讲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老板一分钱没做发告 既然叫劳动局叫你等他们处理 肯定有自己的留什么时间呢 是不是啊 那有留存 那之前他有之前同事在做的 纠纷到现在的东西都没接 我个案就个案 你这个就就你具体的事情 每个案子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是不是啊 那口头辞退 你怎么辞退 你是一个人给你的 不是一分不给你 他是什么 跟他说过了 一个月的公议 那他说没钱 那师傅没什么的 给他个八千五 那个月份可以给他的呀 师傅 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基本工资 你有没有欠他呢 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所有的钱确实没给他 确实没给他 对 但是所有的基本工资 我也跟他说了 那天那师傅也在 我没和他接头 因为要耍赖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和你没接头 你们现在争议的话 首先还有另外一点 我问一下啊 这个基本工资是另外 另外的话 主张的 可以 你举证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说拿这个这个考骑的原因 因为你给我扯嘛 住着我的房 住着房 拿着我的 然后呢 再给我扯我 我就不是老子有你 这个每个人都 既然你法律主张 就这样 就这样 你这个这个属于违反自然观的准备法呢 我就是另外一位 下不为例 我就告诉你 这些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有你了啊 讲那些东西 你要录一录下 你要反应劳动部门 你不要以为你你你你你该该懂法律的时候 你懂法律 不懂法律的 你你就你就想到不不 你就想到不想不想遵求法律 对不对 我没有不遵求法律 那就是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举多派手是违法的 在中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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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的游行示威这一说法 那我计较卧视的情况 那我至少保住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 法律就是法律 你讲的任何情况 现在他给的方案就是8500的工资 再加上1000块的红包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三倍工资啊 这种东西就不就不算了 一共9500块钱 此时就就算结束了 没有什么加班工资啊 或者什么细算啊 什么中间你什么考勤缺勤啊 这种东西不清楚 他现在是这个方案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你就给我说 直接点 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 我能不能 现在是进行民事纠纷的条件 是不是 劳动纠纷的条件 你愿意 就说愿意 不愿意 那么这时等劳动我提下我的一些我的意见 好吧 你先说愿不愿意 你提什么意见呢 他这个方案你愿不愿意 或者你让你出个方案 你马上说 我的方案基本工资上 然后加上那个春节补贴的 然后我指这这两个要求啊 多少钱 多少钱 我当时算的是15000多块钱 15000多块钱 你这个方案同意不同意啊 肯定不肯定 行吗 今天 今天我也当着你呢 我知道 他举牌子 下次来我跟你说 违反治安管理处网法 我会 我会依治安管理处网法进行处理啊 第二个我也要 你让他签给我支付一个月工资吧 我没有这个强力 权力啊 他愿意 我没有没有住的 我愿不愿意 他愿不愿意 那我吃到哪里去吃住到哪里住呢 我知道自己劳动自己去 是不是啊 这个我没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啊 罚你也没有任何民文规定 是不是啊 这个我现在一个困难了 需要你政府 你们现在现在又说不允许 那这样的 万一明天他在这不举 然后在这里骚扰我这里 客人怎么办 他他在这门口没有 但是骚扰客人啊 这都就是扰乱单位秩序 到时候打一二零报警 好不好 好的 那我知道了 还要签住吧 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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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抖音